鬼池 Hello 大家好 我是巴九 《隨著华為三折疊機的現身 》 越來越多小粉又來到每年的瘋狂日 甚至還有老大致天下大喊這些人 聲心神經病 入大座會聽音樂排那麼長你有一些 結果他自己也是在現場排隊的 我們帶大家來看一下這段影片 那這個華為三碟機啊 有三個格式 平均來說價格都落在兩萬塊左右人民幣 那也就是一台將近快九萬塊 這個價格不要說在台灣 日本你拿到歐美去 不管是不是華為的手機 三星的也好蘋果的也棒 連歐美人可能買得起的人也不太多 你更何況是人均才一萬二一萬三的中國 這是事實數據啊 小粉紅不要天天在那邊看抖音 結果你自己還不是拿五千八千塊 加班加點九九六月休四天六天 才拿得起這個薪水 然後又說沒有啊 我們很多人買得起啊 你看那個誰 我們中國哪個官員的兒子啊 哪個富豪的兒子也買得起啊 你又不是 是吧你又不是 現在啊甚至一台黃牛機還炒到了 六十五萬人民幣一台耶 那九月二十號拿的話呢 一台十二萬 十月初拿六萬八 十月中拿四萬八 十一月的時候拿四萬 十二月拿的話是三萬 注意啊單位都是人民幣 六十五萬人民幣一台 是什麼概念啊 換算台幣就是快三百萬啊 都可以買房子的首付款了 還有剩 在我老家啊 那個農村偏鄉啊 甚至買透天的一半的價格 都綽綽有餘啦 當然啦 中國人均十億美金肯定買得起的人 大有人在是吧 千萬不要相信那個 已故前總理李克強那個漢奸說的什麼 六億人月入一千啊 九億人月入兩千這種屁話 不要信難怪他已經掛了對吧 也不要信中國官方自己的數據啊 說什麼呢 只有一億多的中國人達到個人所得稅 平均月收入五千以上的水準 注意是平均哦 如果你有單月八千九千那個不算哦 是要平均哦 那這些排隊去搶購的中國網友 肯定都是買得起的對吧 所以華為官方也是非常的信任你們 所以才用了上購的這種方式啊 上了保護玻璃展示給你各位小粉紅 觀看觀看 反正你們也不是政商民流或是網紅啊 或是小有名氣的人啊 所以你們就旁邊看著流口水吧 我們帶大家來看一些影片 可以摸真機囉 摸不到 哇好薄呀 快摸 опыт 快 väldigt幾千 nered了阿 現在越來越多中國網紅跟粉紅在吹 這個價格呀 是你們這些人啦 窮人啦高攀不息的 gases 他賣貴是非常有道理的 我支持他賣更貴 我跟你講如果是中國網紅呢 中國的博主說這句話我認同 畢竟他接業配他要賺錢嘛 他要博眼球嘛 但粉紅是一般人 你跟著吹我就看不懂 埋得起的中國人人都是皇帝 我以為中國只有一個皇帝 自古以來也只能同時有一位皇帝 那是鄭碩 那現在請問中國的鄭碩是誰 他不就習近平一個人嗎 所以在中國埋得起這個手機的人 都可以稱帝為王了是嗎 哇哦 小心講這種話哈 我還看到有粉紅在網路上說什麼呢 以後就是服務員用蘋果 來這邊餐廳用餐的啊 全部都用華為 欸對對對對對 服務員是用蘋果 那你就繼續辱華罵王毅跟習近平他老婆是沒有關係的啦 希望你講這個話的時候可以把王毅跟習近平他老婆彭麗媛的圖放出來齁 這一張跟這一張 我一直認為華為出這款手機啊 包含從去年出的 已經是在現有全世界都有 都有能力做出來的科技模式之下 去搞的這個東西的延伸 是吧他不會去求譬如說晶片的突破啊 或是鏡頭的突破 譬如說他真的很厲害 不要用這個Sony的鏡頭 或是不要用這個其他品牌的這個鏡頭 自己研發一款鏡頭 然後那個畫質成本好幾億的那一種 或是說他甚至可以在沒有網路的情況之下 使用AI功能 我覺得這種就是算一種突破吧 但我沒有看到 我看到的是 你在原有全世界都可以做的這個基礎上去做 而三星為什麼不做 而蘋果為什麼不做 不是他們沒有能力做是吧 因為你們就是已經做不出來有所創新的突破 是真的創新科技的那種黑科技的突破 這種三折疊五折疊這不是什麼黑科技的突破 所以你們故意打這種定價 這非常容易給那些中國的領導或是粉紅 貸款去買這隻手機裝逼用的對吧 你還可以故意顯擺張開來講電話 那你就會非常的閒 因為他很大隻 很大隻就會吸引人家的眼球 人家就會看到 喔你用華為 但是人家看到的第一印象是什麼 喔這隻手機啊兩萬多塊 欸現在我們還買不到 網路上黃牛可能炒到五萬十萬十五萬 哇有錢人牛逼啊 你想要就是這種 哇他好有錢他怎麼買得到 你只是想要有這種感覺而已啊 是吧 而你不是真的在說 喔這個手機真的超牛逼的耶 你看喔 你看喔 我這個折疊開來 它那個畫面可以直接投影出來 並不是這種黑科技 那當人們投向你這個目光 你就會覺得 啊你看 大家羨慕我吧 你們這些窮逼啊 活的這麼久的一刻 就是為了今天這一刻 我來享受大家對我俯首稱臣的目光 不用跟我否認中國的這種炫富攀皮的風氣 比日韓台還嚴重 不用跟我比這些 當然我們台灣也有 但是絕對沒有中國嚴重 我們就不拿華為跟蘋果比了 我們就說三星跟Sony之類的手機 還有跟華為比 你真的覺得華為這款手機 值兩萬多塊人民幣嗎 甚至它的黃牛炒到什麼六十幾萬人民幣 而且你用的還是七奈米三四年前的技術 你們有時間搞三折疊機 為什麼沒有時間搞五奈米跟三奈米 投入這款手機 如果今天華為這款手機 把三奈米放進去的話 你們會不會吹的更厲害 當然會啊 會不會吹的比現在厲害更多 那我在這麼問你 華為如果今天出這款手機 你可以選擇 你要三折疊的 還是三奈米的晶片 你們會選什麼 這不就新造不宣了嗎 價格那些全部都一樣 你會選擇什麼 更重要的是 先前就傳出很多華為的折疊機 買不到一兩個月甚至半年就螢幕故障損毀 華為官方多數是以什麼呢 因為你是人為造成的損害 所以我不給予免費維修 或者是我只負擔你一半的維修啊 我在小紅樹上面找到很多這種案例啊 帶大家來看一下 我用華為X5 五個月內屏的膜貼了八次 全是在官方售後貼的 每次貼都是冒一條砲線 拒後悔的手機 華為折疊MetaX2 花了一萬七千多 用不到一年就變成這個樣子啦 問個手機店 維修費還要五千 我修不起啊 現在不管是你用了你幾個月的工資 買了這個手機 或是你去貸款買 借錢買了 這個手機出問題了 有不用免費維修 免費維修的比例又是多少人 譬如說十個人去 可能有幾個硬區比較好 或是他本來就是 有名氣的中國網紅 你不給他維修他就鬧事 是吧 如果你只是一般人 這款手機兩萬多塊人民幣 修要多少錢 你修得起嗎 新碎版的搖搖領先 我僅用了三個月的華為X5折疊機 搖搖領先的快樂就沒了 折疊手機是一件藝術品 用它還沒滿一個月就摔成這個樣子啦 當年用華為MetaX的 朋友們你們還好嗎 當年用了一個月壞了 經歷第一次換品三千六百塊 我搖一啞換了 現在又換了一個月又壞了 華為MetaX5這個折痕 真的也太點點點了吧 Meta華為X5 華為折疊用了十來天 螢幕自然露意 沒有任何人為因素存在 售後也鑑定了 但就是不給換機 華為居然跟我說 這個叫正常突起 華為X5誰買誰後悔 華為折疊品花啦 誰買的華為 誰買的折疊品 坑死你啊 我明明就還在維修保護內 才用了幾個月 突然有一天 中間就開始漏夜了 我覺得非常的奇怪 之前沒有任何的外力衝擊 7月10號送去官方維修 說我是6月的時候有摔掉一次 外殼有凹 所以不給予保修 就是他們鑑定的那個凹痕 或是那個刮痕是怎麼算嗎 你可能放在桌上 沒有裝保護殼還是怎樣 一滑到有一點小刮痕 你看你摔到了吧 所以有刮痕了 造成裡面的這個內建 也破裂 螢幕破裂 所以是你摔的 原來碰瓷不是只有中國大媽在路上會碰瓷 好 我手機不到一個月就漏夜 維權進度說明 記得去年有一個小中國網紅吧 但那個店員不知道他是一個小咖的中國網紅 對吧 也是不給他維修 結果這個人上抖音講了這件事情 不巧 紅了 華為官方說好啦 你把影片下架啦 我幫你免費維修 我再送你一支新的啦 華為Mate X5 又壞了 遙遙領先的質量 今天下午一打開屏幕 變成這個樣子 千萬不要買華為 X5內屏露意不保修 2023年10月5號入手的 昨天在無外力的情況下就壞了 華為X5你要不要太搞笑啊 華為X5你的內屏破裂了 又不給我修啦 我們帶大家來回顧一下這段影片 我的手機拿有問題 我給你拿點方便你搜索 我憑什麼不能錄啊 放大錄是吧 我有科砲來放大 神經放大是吧 哪呢 對吧 但這不平行的嗎 這不和那邊是一樣的嗎 這都是華為 這就是華為手機 看看我的手機啊 我手機哪有刻痕 說我手機有刻痕 是吧 打開看一下李岳的這個這個毛病 讓待會看一下咧 這個這個這個折印 說我手機有划痕 有刻痕不給你我保修 這就是華為 所以也有不少清醒的 中國網友認知到 華為近年出來的手機啊 根本就不是拿來使用的 而是拿來顯擺 裝逼用來愛國被割韭菜 或是送禮給別人用的 跟茅台一樣 我記得2020年那個時候 我有拍一支 關於華為被抵制晶片的影片啊 我還有展示過耶 喂哈囉 你好 對對對對 這裡是小粉紅1號 嘿 聽到請回答 噢是是是是 噢領導今天要來了是吧 沒想到我的預言一直在實現啊 雖然還沒有像電腦這麼大台啦 但是 有像平板這樣賣進我覺得就已經 心滿一組了 我們接著帶大家來看一些中國網友洗地的影片 華為手機在日本被封搶 連電商網站都被擊爆了 華為剛剛發布的Mate XT 號稱全球折疊手機霸主 這可不是吹牛皮的 這不僅僅是因為他那酷炫的外觀射擊 更是因為他的內在實力 有印象每年啊 好像連續兩次來三次 哦 日本網友 日本顧客為之瘋狂 韓國顧客為之瘋狂 日本人都覺得嚇尿了 韓國人嚇尿三星被超越了 我好像每年都看到類似這樣的影片耶 而且前面那個很好笑就是 我認為應該官方定價賣3萬 那這樣黃牛可以賣更高 因為這樣才符合他心中的價值 我是覺得 華為出了手機一台要賣100萬人民幣 這樣才符合中國人人有錢的這種形象 給全世界嚇尿 就是有一些粉紅也不知道你們在搞什麼 你們明明點外賣點餓了嗎 點美團你們都在搶那個折扣 是吧 早上出來搶紅包 或是搶一些其他平台的紅包 折扣一塊兩塊然後計較 那種就斤斤計較 蜘蛛不宜叫 哇這種就趕快裸袋啊 借錢趕快去買 幹嘛啦 真的會有傻子買嗎 華為三折扣的價格已經被炒到了十幾萬 聽得去很多人震驚這都有傻子買 為什麼總有人覺得有錢人是傻子 我給大家解釋一下 對有錢人來說兩萬零十一萬真的沒有區別 喜歡就買了 這都不是一塊錢的礦泉水跟兩塊錢的礦泉水的問題 我舉個例子大家就懂了 假設你有十萬塊錢的資產 你看上的新手機零售價兩毛錢 現在價格被炒得非常高 天價 你需要花一塊一才能買到 你會不會猶豫呢 你可能會覺得這個例子太誇張了 但是把你的十萬資產放大一萬倍就是十個億 這都算不上什麼真正的富豪 而一塊一放大一萬倍恰好就是十一萬 對於有十個億資產的人來說 花兩萬塊錢還是花十一萬買手機 就是一台華為MATX5被炒之前和被炒之後的價格 跟對你來說兩毛錢是一塊一真的沒有區別 而且大多數的老百姓不管是十萬資產還是百萬資產 大多數錢都不夠花 生活壓力都很大對不對 多數萬倍是代版 所以可能一塊錢的礦泉水賣兩塊都會覺得特別貴 但是那些資產過億的有錢人 他們每年的生活挖銷最多也就兩三百萬 但是每個月收入可能就有幾百萬 所以他們花十萬花二十萬這種小錢真的沒有任何感覺 有錢人是習慣花錢買時間的 他們不怕被坑 如果需要我每天示好鬧鈴到網上天天去搶 搶了很多天還不一定搶得到 搞到我的神經衰弱了 我叫都睡不好 還要浪費大量的時間 會讓我去門店排隊搶手機 還要曬太陽 我為什麼不直接從黃牛手上買呢 為我提供服務的人不應該賺錢嗎 比如說我能花錢讓別人給我按摩 我為什麼要自己按呢 黃牛賺點差價的也是辛苦錢呢 有錢人是真的無所謂的 在你們眼中可能是簽價 可能是敲詐 但對有錢人來說就是丟幾個硬幣打發叫花子 大家對有錢人的金錢觀真的有很大的誤解 比如說社會上為什麼會有這麼多撈女的存在 大可能很奇怪 這些女人這麼現實這麼拜金 難道有錢人看不出他們是拜金女嗎 傻子都在看出來他們是撈女 為什麼有錢人還會被他們騙錢呢 為錢沒錢的時候我也想不通 後來我賺到錢了 我身邊有錢的朋友越來越多老 我才意識到一個問題 有錢人就喜歡拜金女 因為拜金女喜歡錢 而有錢天下是有錢人最大的優點 OK看完這個了很明顯它就是爆發戶 以前過得很窮苦 然後長大賺了錢想要炫耀想要享福 這個絕對都沒有問題 他說的有一部分符合這樣的有錢人 而且大家要注意他說的有錢人是 45億台幣以上的資產才叫做有錢人 因為他舉了一個我認為蠻極端的例子 就是你還有10億人民幣以上你才算有錢人 那他自己我不知道有沒有10億 但是像這個我跟曹董嘛 曹星成也見過幾次面 有時候他也會邀請我去參加那些活動 我自己看到的啦 有時候看到他的這個車架就是特斯拉而已 他也沒有像他一樣開勞斯萊斯 而且曹董也是穿得很樸素啊 是吧他也沒有掛什麼10個勞力士啊 兩個勞力士這樣啊 也沒有像這個人一樣 這麼的擺價值 所以我也不知道你想要表達什麼 當然啦 你說的這部分有錢人確實是這樣 但也有另外一部分的有錢人是 錢該花在刀口上 因為有錢人不是笨蛋 你這個真的就只價值一千塊 我絕對不會花一千一百塊 跟你買這種東西 馬斯克很有錢吧 絕對比你還有錢吧 他很摳的啊 他怎麼那麼摳呢 因為他知道這個東西價錢多少 他就不會再多花一塊錢 去跟你買這個東西的價值 那你說這些有錢人是笨蛋嗎 不是嘛 所以你說的只是那些爆發戶的有錢人 想要顯擺想要炫料 這也絕對沒有錯 我們接著繼續看下去 你剛才沒接觸過信任 合的時候的話是左樓向線 入手這樣要把它推進來 你要不要反而不會推進去 然後開的話可以先開這個方案 對可以 今天終於體驗到了三折機 這個手機剛剛發起 台灣的朋友都是從新聞媒體中知道這個報道 那我拿到了 大陸的朋友已經開始在訂購了 我們在台灣很難 好的手機我們買不到 即使高端的手機台灣的商務人士 台灣的企業人士 台灣的各行業的接觸人士 能想有有的話 你們在台灣一定會選擇 當然啦 只要華為一直不敢上市 那他就會一直贏 就像中共一直不敢打台灣 一直不付出實際行動 那中國就會一直贏 為什麼我不上市 因為我要照顧我們企業 我怕我們企業會被萬惡的資本給影響 你叫寫生平把你們家A股全部廢掉 蘋果特斯拉那些台積電 他們都不怕被資本影響 好啦 今天的影片到這裡結束 喜歡記得訂閱 不想記得 一定要把我封鎖 我是拜託 下次再見了 掰